Voltra的VPS已经使用6年了 总结下使用经验 第一呢 不要相信官方的测速链接 测速都非常快 能跑满宽带 但用自己开通的VPS就没那么快了 至于为什么快不起来 如何达到官方测试速度 我后面再见 第二 区域选择考虑测速结果 我选的是西雅图 因为我要测过欧洲的截力 速度都不够快 再就是我要使用AI 还是选美国要靠谱一些 因为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呢 比如你选英国的话 文生图就会受限 你选香港 好多家的AI你就用不了了 我用的这个VPS呢 是每月5美元 1T流量的VPS 1G RAM 如果上个月没用完呢 可以作为积分 用于这个月的流量透支部分 我的VPS一直使用很稳定 IPv4和IPv6从未被封过 这个端口又封锁过 但是换个端口呢 就好了 GFW对端口封锁不是完全封锁 是识别特征的 这个我做过测试 同一个端口 架梯子呢 它就不通 但是架设普通的HTTP服务 就没有问题 在六年的使用中 遭遇过一次呢 某个电影公司的版权投诉 说由BT下载他们的电影 经过email回复解释以后呢 Voucher给解封了 下面来看 如何让速度倍增 第一点呢 就是 我使用的是 VLACE加REALITY的协议 相比老旧的协议呢 不易被封 重点来了 一定要使用 4万以上的端口 可以有效提速 数字小于4万的端口呢 你可以用 但是呢 容易被GFW限速或者封锁 当然这种封锁不是完全封锁 是按协议封锁的 这样设置后呢 速度就可以达到 使照比每秒 前几天呢 出现了一次网络抖动 有半天时间的速度 一直不稳定 揪包 考虑到我长期使用的 都很稳定 我就按兵不动 等等看 然后 到了晚上呢 网络就正成了 最令人惊喜的是呢 速度 大幅提升 那就是 倍增啊 下载速度直接飙到了 35兆比每秒 跑满了我的贷款 Voltra的速度 上午速度快 中午 中等 晚上呢 就慢一些 大约是上午速度的一半 就不同运营商来讲呢 连通和移动的网络呢 比电信快 当然呢 这是我之前测试的情况 这一次电信提速后呢 就没有再测试对比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点赞关注 不迷路